有嘴巴有合起來五的意思 五才是我們抽象出來的五 這樣有沒有聽懂 我們可以試看看 一年級很多小朋友五還是值得這個 如果他的五值得是這一個的話 他做加減都沒用 因為我們說八百五個平我 那個五是合起來有五個還是第五個 合起來 好再問一次 我用最後一個聲音來代替 用最後一個聲音代替這五個聲音都可以 可以吧 所以那個五有沒有一堆對應的味道 有沒有 一二三四五 有沒有 那這個數字五怎麼教 一般有兩種教法 一這個我也是用數字跟他做對應 那實際上呢 數字跟物件做對應 然後用最後一個數字代替前面五個數字 這個方法應該是很困難的 我們一般都是學生已經把最後一個聲音 代替前面的五個聲音以後 他的五已經是合起來的五 我們才開始教數字 所以數字要晚一點教比較好 那一般來講 像智原范威廉老師檢查兩樣 第一個檢查五 第二個呢 你把五個蘋果放得比較近 五個蘋果放得比較開 小朋友數起來都是五個吧 然後你問他哪五個蘋果比較多 當他說開了五個比較多的時候 你跟他講什麼都沒用 因為他沒有保留概念 就是說一年級就這兩樣要檢查 一個就是最後一個聲音 他的五是不是合起來的 五 那這兩個五非常重要 各位有沒有看過小朋友 在算五加三的時候成交的 剛才看小朋友說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慢慢的會怎麼樣 一二三 嘴巴練五 然後呢 六七八 最後他直接練五 六七八 不知道最後都看過 他為什麼會這樣 這樣給我想一想 想不想聽一下 他為什麼會這樣 你要怎麼教 我先跟各位老師報告一下 小朋友不會加法 不會解決加法問題 對不對 所以國小的加減乘處 在數學上叫做代公式的概念 什麼叫代公式的概念 題目出來 爸爸有五個蘋果 媽媽有三個蘋果 兩個人合起來共有幾個蘋果 那因為題目有一個五 有一個三 最有效的方法 你就把五跟三丟到公式裡面 答案就出來 但是我不會加法 我會做 也會吧 所以爸爸有五個蘋果 我就畫五個蘋果 一二三四五 請問 爸爸給五個蘋果的五 是合起來的五 還是一二三四五的五 是合起來的五 我畫一二三四五 然後再合起來的三 我把一二三畫出來 然後我再從頭數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那各位老師想看 怎樣幫他數的會比較快一點 他只要知道 這個五 跟數到最後的五是怎麼樣 一樣的 所以他在前面要不要數了 沒有 只要換一二三 然後嘴巴直接練 五 五 不是這五吧 然後 六七八 那各位老師可以想想看 你怎麼幫他 其實就是 讓他知道這個五 不用直接練一個 聲音代替幾個 一個聲音代替五個蘋果 就OK了 慢慢的他如果 用手指頭控制 這三個就可以用五 六七八 他知道這個叫三就 OK了 那現在對這個簡單的點數有沒有問題 老師有問 那那個過渡怎麼過渡 因為我們班到現在還有一堆是 明明他 身材就是五 他會數一二三四五 但是他不相信這是五 他還在寫 他還在寫 那就沒有 那沒有 比如說一二三四數完以後 把它蓋起來 好的 一二五五繼續玩一下數 就要讓他多一點經驗 他不相信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各位請問 這個概念哪不來 這個沒辦法教學生 他只能夠模仿 他只能模仿 科學對規定是有點難 還是很簡單 這概念本身很難嘛 學生只能夠模仿 好 那再問各位 如果我們要 如果碰到很多 不要數得比較快怎麼辦 然後現在就是各位老師 會發現所數的問題 好 現在簡單的會了 各位老師可不可以聽得懂 用最後一個聲音代替 全部的 那檢查學生也會了 那其實你會幫學生加 五六七八件 可不可以倒數 我畫給班老師看 我不要用我用這個寫的哦 如果我現在要做八減三呢 我要把這裡面拿掉三個 各位覺得拿前面三個比較方便還是後面 因為我把後面這三個拿掉的話 前面的數十系列沒有被破壞 所以八減五小朋友會怎麼樣 畫上個月八拿走 七拿走 六拿走 答案是幾 五就出來了 其實可以晚上數就可以倒數 其實倒數滿方便的 很多人說小朋友倒數比較不熟 其實正數熟 倒數就很快就熟了 再來 就是說各位老師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助學生做倒數 我很害怕老師 你要記得好 我們教小朋友倒數是八七六五 有位老師這樣教 八七六五 我很害怕老師這樣教 學生自己發展出來的他力是八七六 但是老師教的很可能是 嘴巴念八 然後呢 七六五 老師想的是什麼 拿聖的 他先練八的嘛 然後七 拿走一個聖七 聖六 聖五 但是對學生來講這個很難 他學生只要知道八拿走 七拿走 六拿走 為什麼老師會這樣呢 因為 五十一減二十四呢 你五十一 然後你為什麼要 四十一 三十一 當你十個一拿的話 你沒辦法把拿走的那個 讀出來 一人讀 拿聖的 所以老師以為是 讀的是拿聖的 老師 可是剛剛那個問題就是 不要說我們數八七六 小朋友會寫六 那這個的話 其實你要比給他看吧 八拿走 七拿走 六拿走 閒白還是五 其實這個東西 只是說 讓你小朋友 他要有去經驗 那這個對小孩講 你要教他都很難 他還是有點模仿這樣子 再來 好 現在我畫那麼多圈 請問各位 我要數快一點有哪些方法 十個一組是怎麼數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最笨的方法還是一個一組 我 一二三四五 一真數到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然後用最後一個聲音來代替 全部有三四個 對不對 好 怎樣快一點 五個一組是怎麼數 其實我們不管怎樣 我要發出三十四個聲音 我們可不可以少出幾個聲音 譬如說 你七個一組好不好 7、14、21、28 那個pattern好不好抓 所以我們平常都習慣兩個一組 二、四、六、八、十那個pattern很容易抓 還有呢 五、十、十五 五一定要交 因為有五塊錢 還有那個二年級看時鐘 時鐘會有個一組就完了嘛 還有十個一組 我記得十二、十三十這個pattern好不好抓 好不好抓 好抓的話 五、六、七、八、九、十 我現在問各位 我原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 不是數到三十 不要三十個聲音 我現在十、二十、三十幾個聲音 三個聲音可不可以用最後的三十來代替 所以我在數十、二十、三十 跟我數一、二、三到三十其實一不一樣 一樣 都在數幾個圈圈 只是數得比較快還是數得比較慢 你也會給五個A組 五個A組數到三十你要幾個聲音 六個 十個A組是最有效的 但是一般有零散的花片 你會幾個A組 那我現在問各位老師 兩個A組你要怎麼叫 我最怕的 我就看到有些天太老師這樣叫 跟小紅講 一小聲、二大聲 三小聲、四大聲 他要頭隔壞掉 你就說 你在教這個數數 我一定要 我現在問各位嗎 我們如果要數一到十 小朋友一定要先會唱 一、二、三、四、五、八、九、十 他會五個A組要先會唱 五、十、十、五、二、十、二、五、三、十 所以如果你要想我兩枚組 要叫他寫什麼 二、四、六、八、十、十、二 絕對不是一小聲、二大聲 一小聲、二大聲跟一個A組還是一樣 真的是騙人的 零散的只可以兩枚組 可不可以五個A組 零散的可不可以五個A組 一堆花片 有沒有五個A組 我才不相信 只會五個、五個白號 你可以五十、十五這樣數 很難吧 我在講一次 零散的東西 我們最多只能 兩個A組 五個A組跟十個A組 那有兩種 譬如說我們用具體 為了代表十的有兩種 然後各位老師我們一點印象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差別 有沒有用吸管 還有用什麼 金木 還有圖像 還有用錢幣 那各位覺得哪些 貸貸通一跟十的關係比較容易 錢幣 為什麼這是一塊錢 這是十塊錢 為什麼它是十個一塊錢 這個很難 這是經濟上面的約定 其實這些表徵你要去教小朋友 用十個A組 或者以十為單位 吸管最容易 為什麼 一般我們配二分法 上面這兩個叫做乘比例的教具 十根吸管 一困嘛 拆開就是十根嘛 積木是不是橘色跟白色 一樣長嘛 然後這兩個呢 就不乘比例的吧 這兩個是乘比例的 但是吸管跟積木不太一樣 我把十根吸管板成一困 打開以後還是十根 只是合在一起跟汗沒有合在一起 積木有沒有這個性質 十個白色積木 你把它疊在一起 你把你的手指頭割破 也不會變成橘色 為什麼可以用橘色積木 來代替十個白色積木 因為我們透過它一樣長 因為它一樣長 我們約定 可以用十個白的換一個橘的 這樣懂嗎 那這樣問各位 十根跟一捆 如果小朋友不相信十二十三十的話呢 就怎麼辦 那就拆開嘛 有沒有聽懂 拆開讓它慢慢數 就是說 十二十三十比較快 還是他還是不相信 就拆開讓它慢慢一二三到十 我相信 技術性的問題各位老師應該會出名 這樣用一點點概念 那如果我現在數 一百兩百三百 我是用一塊錢為單位還是用一百塊 當你數一百兩百三百三百 是三個百還是三百個一 是三百個一 然後如果你要用一百為單位你要說三個百 我再讓各位老師亂一次 我現在問各位老師 您覺得這三種技法有沒有差別 還是都一樣 它都是三百萬啊 但是照數學生來講 它是一為單位 三百萬個一 三百萬個一 那它呢 一萬為單位有幾個 三百個 那它呢 一百萬為單位有三個 那各位認為這種技法是一樣還不一樣 不一樣 是不一樣 它是一樣多 但是單位是不一樣 所以當我講一百的時候是以什麼為單位 一 一 一百個一 我講一個百才是什麼 百 一百為單位 那這個各位老師一定要弄清楚 如果清楚的話 那先讓我們開始來看 老師 那那個一個百是要寫國字的一百 還是寫那個一百 就是說一個百它本身是單位 你要把寫一個百畫個簽 或者寫國字本我都沒意見 那就是一個單位對不對 都可以 也可以 就是說當你這樣寫的時候 當然它是以什麼為單位 一 一 一百的一 那接著呢 我們來請各位老師來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單位沒有跟各位老師講清楚的話 那後面會有很多問題 我現在這樣數 10 20 30 31 32 33 34 我用這個方法再數有幾個清缺 請問我用的幾種單位再數 那兩種 我用一種還是兩種 各位有沒有想過 我如果從123 主到34 是最正常的吧 我10 20 30 33 34 34 跟1 34是不是一樣 只我省略了很多聲音吧 所以你只要是10 20 30 33 33 34 你只要去數 你還是用一個單位 比如說 我把這個叫做圈好不好 叫做個 然後我數幾個這樣子 1個2個3個4個5個 30個31個32個33個34個 你數的都是個吧 好 我數快一點 10個20個30個31個32個33個34個 我還在數什麼 所以我又有幾種單位 7個 都是一種單位 你只要數出來的東西 永遠都是 一為一單位 如果你要說有兩個單位 你要把 10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比如說叫一堆 我說這有3堆 4個 這個時候有幾個單位 2個 我說他有3堆4個 這個時候就有2個單位 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聽懂 所以 各位老師要記得 你只要是10、20、30 現在去數的話 你通通都是以什麼為單位 只是數得比較快 如果你要以10為單位 你要怎麼講 一個10、兩個10、三個10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問各位老師 這個題目 如果你出這個題目的話 這個題目呢 如果你要用兩個單位的話 你會怎麼問 我現在先寫這個 35加23 好 對不起 我再加一個題目 再戳這一題 一般老師 您在教兩位數加法 一、二年級都教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你老在想的是1還是2 你是用1的方法 教還是2 都可以 都可以 我相信學生會很亂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這樣教都沒問題 你可能教的是2 學生老在想的是1 因為都寫一樣 所以都平安不適 所以你用這個方法系 你不要以為學生都聽懂 很可能聽不懂 那現在請教老師開一下 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一個用兩個單位 一個用一個單位 他是把38個看成30個跟8個 他把25個看成20個跟5個 通通通是以一個為單位 那這個方法是比較簡單的 那他呢 把38看成什麼 3堆8個 25看成2堆5個 然後呢 答案是6堆3個 也就是63個 我再問一次各位老師 你教的是哪一種 第一種 課本應該都是第二種 第二種 我害怕學生老在想的是哪一種 所以可以你要檢查一下 那我現在要問 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就是第二種 是兩個單位 這個是幾個單位 一個單位 那我現在要問 你問的時候會怎麼問 如果你教的是這個方法 你會怎麼問 教的是這個方法 你會怎麼問 我很害怕你問的跟回答的怎麼樣 如果你這個應該怎麼問 你要問的是 10、20、30個和5個 這裡有20個跟3個 合起來是多少個 你都要以什麼為單位 1 不過你要教的是左邊要怎麼問 這裡有3個10、5個1 這裡有2個10、3個1 合起來有幾個10、幾個1 所以這個題目呢 不管你畫的時候 我再講一次 這個如果你畫10 就是以什麼為單位 1 1 那你說一個10呢 10 以10為單位 所以你一定要弄清 你出不提就要哭得清楚 對呀 這個題目要怎麼問 3個10、8個1 2個10、5個1 合起來是幾個10 幾個1 那這個呢 30和8、20和5 合起來是多少 一般來問 我們問多少個1 我們都不會問1 直接問多少 還現在弄清楚了沒有 我真的很害怕老師 問的跟答的不一致 OK了 好 如果OK的話 我就出一題來考 各位老師一下 請問1跟2 哪一個用的是三種單位 哪一個用的是一種單位 第2個是三種 第2個是三種 第1個是1 哪一個需要用定位版 一般來講 當我們用定位版的目的是什麼 多單位 學生搞不清楚 他算的是1 還是10 還是8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多個單位 不管是加減乘數 看到的都是個數 看不到單位 比如說這裡你有看到什麼 24 24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裡幾個 18個 這裡幾個 12個 因為小朋友搞不清楚 這三個單位吧 所以我們用定位版來幫助他看到 這24個指的是24個0.01 18個0.01 所以你只要看到的是個數的 都是什麼 多單位 都是很多個單位 他咧 是0.24個1 1.8個1 12個1 順便再問各位老師 你認為1.2是以一為單位的計牌 是以10 還是以0.1 1 1.1 只有一套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講100 當然是100個1 如果我們要講100個10 以10為單位就要講100個10 後面要多一下單位 現在各位老師這兩種問吧 通清楚了沒有 通清楚了沒有 你說3個10 5個1 就是要你用什麼方法 做單位 你要一個單位的就是什麼 30跟5 我再講一次 畫圖都是畫這個 只是你在練的時候是3 10 還是3個10 我相信二年級老師課本教的一定是哪一種 小朋友想的是哪一種 我現在很多老師要問我說 各位老師接不接受這一種計法 接不接受這個 多寫出四川接不接受 因為很多老師大人跟我講 多寫多錯 我從來不相信這件事 我現在問各位老師 如果我們都是用各位加各位思維加所有的方法算 那我寫這個跟寫計程這個 他的步驟有沒有一模一樣 還是我寫成他步驟變多 寫他步驟變少 還是步驟一模一樣 都一樣 寫法相同步驟都一樣吧 那寫的比較多寫的比較少差別在哪裡 把重要的步驟寫出來 但我們都看到 他把它藏起來 我再問各位老師 你寫這樣的話 這兩個步驟有沒有 有 怎麼會沒有 有 你不是藏在手上 就藏在上面嗎 那就溝通來講 你覺得藏起來比較好還是寫清楚 寫清楚 當然寫清楚 當然寫清楚比較好 我再講一次 很多老師說這個步驟變多 有沒有變多 沒有 步驟一定是一模一樣 我再舉個例子給各位老師看 像71-24 我會變成這樣 6 11-24 各位覺得這樣子會比較簡單 還是直接寫 你直接寫答案有沒有做這件事 有 有 有嗎 那你把它寫出來 然後小朋友熟了再寫閱 還是你一開始就偷偷摸摸的寫閱 寫出來小朋友都搞不清楚 何況你還要怎麼樣 藏起來嗎 這樣聽得懂吧 嗯 就是 你怎麼寫 步驟都不會少 就被你交錯了 步驟一定都 一樣 這樣懂了 好 那這樣的話 對這個單位 有沒有一點清楚 白鋪一定要清楚 不清楚的話 後面很麻煩 我們所有的題目都是用播單位 還是用一個單位 加一點勝出 整數的加一點勝出 都是兩個單位喔 都是播個單位 好 順便 最後再給老師一分鐘 熟悉一下四年級的 什麼三年級的東西 好了 這個怎麼會叫 我們老師用蓋子 那我現在問各位老師 你看到3974會想到什麼 我現在就是前面我講的這個單位 看到3974會想到什麼 有兩個想法 一個是想到3000加900加70加4 我們就說把3974分解成這個 這個是用一為單位在分的 另外一個呢 三個 一千 九個 一百 七個 十 四個 一 這個呢就是把3974看成幾個單位 看成四個單位 那我先問 第一種看法跟第二種看法 哪一個比較有效率 會讓數字變小 因為它是3000嘛 它有四個單位 但是每個個數都不會超過十個 就像這裡是30跟5 那如果你兩個單位它是什麼 三個十 五個 一 好 那如果你偷蓋的老師 老蓋的三是多少 三千 因為三千所以八可不可以除 三千所以八可以吧 你又不除所以知道給它怎麼樣 偷蓋 但是如果你用下面的方法來解除 可以 它是三個千 九個百 七個十 四個一 所以你可以拿鈔票來叫嘛 三單千塊分給八能夠過分 不夠 不夠再換成 一百塊 再換成 十塊 所以所法是多單位還是一種單位 台灣的都是多單位 就是說各位老師你要記得 你教的加減成除全部都是 多單位 但是對學生來講哪一個它比較簡單 但 依單位對老師來講比較簡單 對小時候來講一種單位比較簡單 來講各位老師會不會用清楚啊 用清楚了吧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不用清楚 會很麻煩 好 那 老師還沒什麼問題要問我 我把你的單位 喔 我還沒有處理它的單位 各位老師您覺得 十個一屬中重要 重要 當然非常重要 不會十個一屬的話 以後 它碰到十塊錢就死掉了 十塊錢它會剪開來 對不對 只要加一百塊 那一百個一屬吧 所以一百個一屬 十個一屬 很重要 那問題是 十二十三十四十很重要 八十八二八三八重不重要 八十八二八三八 一百零八兩百零八三百零八重不重要 那這個跟你教加法有關 那一般教加法 我們大概有幾個方法 我現在 跟各位老師來溝通一下 教加法 我是建議 我是建議你不管二年級三年級 你在教加法減法的時候 我都建議你要教那個點數策略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開始交五加三的時候 小朋友一定是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然後 等到小朋友可以實為單位 我們來看 小朋友 我們教三十八加二十五的時候 我們老師會這樣子畫 好 當我要小朋友 這個是不是也是點數策略 對 把三十八跟二十五畫出來 想我一數吧 對 數的時候你會跟小朋友講 先數十一再數一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先數一 平常差多處的大人都會說 先數十再數一 那學生點數策略就此滅亡 被你傷滅掉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被加速被破壞 所以我建議各位老師 一定要他先數被加速再數加速 我現在要把這個擦掉 請問 我不管怎樣 他數到時候都是幾 三十八吧 所以我想要畫多少 二十五 我現在說 爸爸有這麼多錢 媽媽有這麼多錢 兩人合起來共有多少錢 怎樣算比較快 三八 然後呢 十八 五八 五九 六十六一 六二 六三 如果你要教這種加法 八十八還有八就很重要 如果你一直教剛才我們講的那種加法 完全不重要 因為你十跟一是分開加的 那現在呢 這一個圖片我也不要畫出來 會不會用手指來控制 三十八嘛 四十八 五十八 加換二十嘛 五九 六十 六一 六二 六三 各位覺得這方法還好嗎 我再出一個題目 我真的有一次我去宜蘭 教MPM的小朋友 有一個是三年級男生 他用心算我算錯了 然後呢 他妹妹跟他講錯掉了 他很生氣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辦 就拿一個紙筆來算 他妹妹怎麼算 就是四七 晚上慢慢數 請各位老師 跟他晚上數可不可以 四七 然後呢 五七 六七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十 八一 八二 八三 我現在問各位老師嗎 你找到教一到一百裡面的數吧 你再教一到一百 有沒有隨便找一個數 比如說七十八 再來十 再來十 有沒有 那這個加法跟你那樣的交法一樣 那就是四十七 再來怎麼樣 再來十 五七 再來十 六七 再來十 七七 再來一吧 那各位覺得這個方法 比寫十四塊還慢 會不會慢很多 沒有紙筆的時候誰比較有效 這個當然比較有效嘛 所以我是建議尤其是志願班的 最好每個小朋友都會講 那一般的小朋友該不該會這個 應該也可以會 可是一個疑問喔 他那個六的保留概念怎麼出來 比方你在剛才在數的時候 你的六並沒有呈現出來 那他怎麼去數出來的 我是指望你 我在想 你說說五加三 他一定要知道這個叫一 二 這個樣子叫三 你就是說 比方說像剛剛你提到那個 七十七以後 要去數那個六六的部分 我們是這樣子數出來還是六 可是我們是在 他怎麼去知道他的心理 已經進到六了 已經進到六了 我這樣問各位 你這樣小小的是多少 六 這是幾 四 四 對不對 我 就讓你心聲感受了 我們現在用ABCDEF來代替 一二三好不好 好 我現在算F加D 然後你記得叫我停好不好 F G H I J K L M 你們不叫我停嗎 什麼時候才知道要停 F G H I J 我要知道B 這個叫做什麼 B 我這樣會停 懂得沒有 就是說F加C F G H I J K L M M O 是不是不理我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叫F 所以當小朋友算五加三的時候 為什麼他要畫三個圈 因為他沒有辦法掌握這個叫做什麼 三 他能夠掌握這個三的時候 還就是五六七八 他已經算到加三了 我想二年級以後應該都還OK啦 如果這一個人一數的話都OK 我再講一次 如果說 小朋友 剛開始你用這個給他數碼 然後再把這個怎麼樣 消滅用手指頭來控制 應該不會很難的 我再注意一個不曉得數數看 不曉得數數 自己數一數看他會在哪 二八七 三八七 四八七 四八七 五八七 然後呢 五九七 六零七 六一七 六二七 六三七 六三七再加六 會不會很難 而且這個你可以檢查 小朋友數處的人力有沒有 其實我跟會老師報告一下 你問 教他各位 教他各位 教他小朋友教多了 小朋友會沒有時間 因為他永遠都在做一位加一位 你讓他數的話 他比較會有素感 等於有時候你四位加四位小朋友 答案寫三位他也搞不清楚吧 有沒有可能 對啊 因為他沒有素感 你讓他數的話呢 那個數的感覺會比較容易出來 如果這樣的話 各位老師再看一下倒數 我會有七十一元給媽媽這麼多錢還剩多少錢 七一然後呢 六一 五一 五十 四九 四八 四七 還好吧 而且我把它插掉 有很多人說小朋友過時跨不過去 他過時跨不過去 順數也有問題 順數也一樣有問題 到這邊停一下有沒有問題 這個數數策略我是建議你應該可以 尤其是 聖元班的這個還好吧 這個應該蠻快的嘛 他很快就可以算出來 有什麼問題幹 隨時都可以問我 同學 我剛剛在倒數十 超是 他自己ostic的 四九 都是讀聖的 十 四九 其實剛剛 之前在講倒數的 十九 哇我在跟妳講說 一位減一位的時候 小朋友剛開始是 把拿走的讀出來 當妳死以後不可能 我們比如說 大人的話就會 八減三會怎麼樣 八 七六 因為受到後面的影響 但是前面跟後面的學生是不會亂的 這樣10 後面就有10 上來 接著我問低年級老師 小朋友的一到一百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會練跑掉的 還是有的會 那你怎麼辦啊 小朋友如果會跑掉 你怎麼辦 時間賣有沒有很多 很多 OK 我花一點點時間告訴各位老師 我們要幫助小朋友從一數到一億那要怎麼數 譬如說小朋友一年級交一到一百吧 對不對 一到一百你要被幾次交 一般我們都先交一到十 我們都是先交一到十